在那個位置才能夠去彰顯出第一個山頂的地位 第二個是從河運轉為陸運 然後在北門這麼重要的空間 一旦如果移了50億公尺 這51公尺似乎看起來並沒有非常的遠 可是試想如果我們把總統府往旁邊側移了51公尺 那個在都市空間裡面的脈絡跟代表性其實便利就不見了 以上補充 謝謝 如果我們還有需要再提供的還是請各位委員來發言好不好 或者剛才提到的就是各位委員針對我們在這個旁邊 列席 旁聽的這些參與的這些運作 有沒有要問題要請教或詢問 有沒有 我個人的意見 事實上我一直強調我們的意思 如果說我們要把過去的所謂要 必須要有一個有一個過程 並不是我想主法局現在很為了 就是以前大家說這個做啊 做我們又說不要 可以不要啊 我也可以限制保守 並不是反對限制保守 可以限制保守 而且說我要先把這個程序先弄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這個 主法局在這邊有很多功課做的並不好 我組成三個 比方說這個地方到底地下有多少的功課 在這個計畫 你們同學就好好去研究 這個鐵路局在這個地方 當時這個中華路大概有三分之二 有鐵路局跟高鐵的一共有四條線 所以捷運它是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通過通過了北門的一個角 然後持續到了山井的邊緣 在山井邊緣 然後在有個法克爾到了台北車站 你們去查 這個是當年就有 我們在審查北門這個捷運工程的時候 就已經有知道這個路線 所以現在山井的破壞 我想 最近這個中正堂在一直反應 你們各位你們到中正堂去看看 每次捷運工程度 那個中正堂就搖晃搖晃搖晃 搖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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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正堂它是一個鋼肉建築 鋼肉建築 但是呢已經做了很多的補強 那山井在這個位置 它的地下有沒有東西你們要去查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徐玉健那個計畫是一塌糊塗 為什麼呢 他要把這個北門要做一個挖下去的 我告訴各位 北門當時在做這個地下捷運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底下7公尺 就是兩個垂直的通過去 它兩個垂直還在爪彎的時候曲線不一樣 有一個幾乎已經跑到山井的底下了 你們去調查一下 所以如果說他在做這個北門的時候 曾經把整個做一個灌漿處理 這灌漿處理就是為了保護這個北門這個協議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做地下 會不會影響到加南協議安全 不要又搞得像一個大雞蛋一樣 這個你們需要去 我想徐建老師去做這個計畫 他應該對這個了解 第三個就是你們在做這個拆解 剛剛民間也說為什麼不用錢拼你 我本來是 我因為講這個 因為你們現在決定現場保險 還是要把它做拆解 拆解決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個台七北站拆解到哪裡去了 我們不曉得 將來要怎麼做也不曉得 我想 你剛剛只提到這個 從團橋出傳北門這個北七站 也是同樣的問題 那在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它上面的木結構 當時這個王老師在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二樓還在 現在這個二樓的地方完全不見了 那將來的要修復的話 勢必要做大解體 那你們做的這個曝光 把所有的木架構都寬起來 都寬起來要拼移 沒有必要啊 將來要修就是個大解體了 所以它現在只有四面牆跟基礎 那你要去加固四面牆跟基礎做拼移 很容易 很容易 你不要再把上面的破破爛爛的木頭 一根根木頭都要去拼移 不太可能做到 這一點要遷就事實 另外我在現場事務也跟你提過 我們如果要遷移 你要有什麼回饋 這個回饋也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 它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二樓的專造房子 受不起地震的 好在311地震跟它的方向不一樣 火花到老早就倒 那在這種情況 你把它拼移過去的話 是不是能夠做一些隔證的效果 現在我們豪華工藝都做隔證了 如果你做了隔證 將來我們就更善行的解構 這個也是有回饋 再一個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如果將來你要為了你的交通問題 而要動到我們的意識建築的話 那對不起 這個費用應該是由我主法單位 或者交通單位來負擔 不要還是文化單位來編預算去修復它 這樣的話會排一級文化單位的一些預算 我想這個東西 這兩點我想應該可以做到 因為我們古蹟修復 了不起幾百萬金 能夠一千萬的已經非常少 可是你們交通界的動不動就好幾億幾十億 對不對 我想這個部分的預算 你們應該靠把第三級的補充 好 非常謝謝這個 學會員再次的跟我們指教 那我想就是說 尤其針對這個獨法局的這些建議 尤其剛才這個 來這個發言這些民眾 還有一些相關的部分 我覺得獨法局這些方面 還有交通局 還應該是要我們都來再次的 跟大家來做這個探討 那麼剛才其實委員提到就是說 當然我們今天是充分的溝通探討 但是畢竟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委員會的這個手探專頁 那就是民眾周邊的 他們值得我們參探的 就是說我跟我的報告 我們絕對不會去拒絕 所以為什麼一剛開始 我拜託陳等的大報告 我們會採路營 那公開將來會上網 但是我們就不可能是去做任何的 畢門作業 黑箱作業 那事實上這樣一路將過來 包括剛才進場發言的這些朋友 那各位委員的這些發言 大家也都可以體會到 我們還真的算是理性 那最後 最後未必能夠大家都能夠接受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們還是持續的希望能夠在持續的理性上面 會有一個方案 我一剛開始 也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今天兩個方案來做這樣的理性探討 一個就是原地的這個保存 它的可行性 它的保存的這個意義價值 還有一次的這個保存 那甚至剛才這個進來發言的朋友也提到 那個平移到底有沒有可能 它真的是技術上不可行 還是時間上不可行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來 給大家來做這些方面的思考 我想就是說我再次來請教就是說 我們時間還是希望維持到五點鐘 那我們適不適合在這個階段 還要釐清還是我們來做一下綜合討論 是不是做這些能夠今天有一些結論出來 這我都不反對 因為做主席它還是根據大家的發言 主席原則上它應該立場 它不能夠有自己主觀 但是就是說我要維持我們的議程的進行 它的秩序 它的效率 要綜合大家專業上的一些意見 來做出最後的一個結論 我還是再次請教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再繼續釐清 還是說我們現在就花點時間進行綜合的探討 各位有沒有什麼指教 來 請 請 請 各位委員 我剛剛有請教了對方 捷運局的套組的問題 那個給我的資料好像是有點不對 我是問捷運路線 剛剛講的是台鐵路線 這是鐵路地下會的路線 就我所知道 因為剛剛蕭老師也做了一個補充 捷運做好以後呢 我在這個附近呢 包括了公路總局 就是未來的這個文化部的那個攝影中心 地下室都看到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滲水破裂的情形 那麼虎台街楊樓的牆面也是都有這些裂縫出現 薛老師剛剛講的我們一起去看那個中山堂 解映通過的時候呢 它就是剛好在分岔道的地方的震動 那個震動的震波會傳到我們中山堂 所以有一次我們中山堂的主任就找我們去研究 看怎麼處理 因為大型的演奏會在那邊沒有辦法實施 因為演奏到一半的時候 捷運過去就噢噢噢噢噢噢噢的 噪音就傳過來 所以中山堂現在幾乎沒有辦法去舉辦這種大型的演奏會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捷運的路線通過了 從北門的下邊到山井的旁邊 那現在山井倉庫移了五十一公尺 但是我確認一下它還是在那個捷運局的上方 也就是說還是在那個震動的這樣的一個影響範圍 然後從這個因為我二月六號發生了地震以後 籌備的參加了大概近七場的這個研討會 那麼李賢恩李前局長李教授 他坐過我們這個台北市的異化的這個位置 還有地質敏感區的這個調查 剛好就在長安東路底下這邊 就是我們中校東路長安東路的這個周邊這附近 他已經到了這個所謂台北的敏感區 地質敏感區的邊緣了 那就我早期參與了這個西門町的大樓的一些開挖監測 然後審查 我發現這邊沿岸的地方是沙土層異化非常的高 那這邊的話呢 李教授把它列為所謂的地質敏感區的邊緣 所以我在想說你移到這個位置來 還是在那個地質敏感區的範圍內的話 那移跟不移我覺得這個要考慮 這個要考慮 所以可能剛剛張教授建議了說我們詳細調查的時候呢 是不是能夠把這個我們13號市政委要公佈的這所謂 歷史建築的東西還是蓋在這樣的一個未來的這個 台北三角斷層的這個不遠的這個古蹟區的這樣的位置 那你要遷移乾脆把它遷移到更遠一點的地方 這是我個人一個想法 但是終究要留在原地的話呢 他本身也必須要進一步去考量 那你留在原地 因為北門有經過冠江普牆 那山景倉庫沒有 所以如果未來要留原地或者是遷移這個山景倉庫的地質 我是覺得應該要把它納入到我們未來的都市防災的這個範圍裡邊 所以我想以上表達我個人的這樣的一個意見 提供參考 謝謝您 然後我們謝謝蔣委 今天要保留這個議題 我想這個地區當然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地區 我們也看到了那個交通的變化 從台北城的時候是人力車 然後到了日本人 其實他就在這個地方做個鐵路 所以才會有那個浮線 所以才讓這個地方的那個交通那麼複雜 就是曾經因為鐵路它轉彎的幅度 不能夠 它必要有個弧度 好不能夠直接轉 所以才因為那個火車的關係又增加了那個新的路線 然後後來也把那個城牆拆了一部分 那後來呢 因為交通的關係又把城牆拆掉變成三線道 那所以我們如果覺得城牆是非保存不可 那三線道好像就是錯的 那我們覺得三線道是非保存不可 然後日時期的建築是非保存不可 那今天很多新的建築好像是錯的 可是每個時代都必須有一些新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些新的事情是必須要進行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保存是非常的重要 然後我也非常同意那個 很多那個文史工作者 關心這個案子的朋友的一些看法 那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頭呢 我覺得文化資產的價值當然非常重要 然後能夠留在原地當然是最好 但是一方面的確也要考慮像剛剛那個 詹婉雲提到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地方它其實已經在變化了 因為周圍有很多的建設 所以不見得說保存在原地 它就絕對是最安全的 但我也並不是說移了就一定會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確 都發局應該是要提供更多的資訊 因為就我所知道就是剛才那個 薛委員跟詹婉雲所提到的過程真的是如此 就這個地方其實是非常的複雜 就它下面其實不只是眼睛看得到的 它還有下面的 但也許這個部分要呈現給大家看太複雜 所以就沒有呈現出來 所以我相信都發局其實是 在種種的考慮之下決定了這個方案 可是因為大家不知道 所以以為只是路上的交通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只是在看路上的交通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也把這個部分一起作為考量 然後讓大家都知道這裡頭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剛才民間團體提的方案8 其實我剛看我覺得也是一個方案 就交通上來講其實它差異的確不大 問題就是說它到底跟其他的地面下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到底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我覺得既然也提出來了這個方案8 那是不是也可以檢討看看 那或者說方案8有一個絕對不可行的 致命的一些關鍵點 如果真的有 我們有交通委員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是絕對不可行 因為我們不是交通專家 那的確我們來看的話覺得好像也不是不可行 所以也許我們都來分析一下 那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以前其實已經開過了這種溝通會議 然後現在這些團體好像也都曾經都有參加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在過去的溝通裡頭 大家有更好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許也是大家要檢討說 我們明明有開過交流會 可是卻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也許也是我們要去思考 所以以後用什麼樣的方式大家可以考慮得更好 但是說坦白話 遷移這個事情也沒有真的那麼糟 因為其實以前遷移工法也是一種傳統的工法 以前台灣有很多人是專門以遷移作為它的工作 就是道路透寬或者因為江湖改變的時候 那以前因為建築經費很貴 所以大家不會把它拆掉重建 然後就會請那個遷移的人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現在因為建築越來越高 很難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他們才慢慢減少 那現在台灣其實還有少數傳統的 這樣業者還是可以做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種傳統的代表 那目前多發局的考慮就是 它還是在道路邊 然後離這邊也不是很遠 然後離鐵道也不遠 因為倉庫的確考慮它一定是在鐵道邊緣 所以以前在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倉庫 包括這一頭也還有一些倉庫 那所以它只要在道路邊緣且鐵道邊緣 在它的位置上來講 我覺得影響是沒有那麼大啦 那只是當然是用保存來講 我們都會覺得原地保存是最好 那但是因為我們要考慮很多因素 所以我覺得不妨把要考慮的因素通通列出來 然後也檢討一下那個民間團體提的第八方案 然後這樣子我們再來溝通是不是就會比較好 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我們有什麼明確的這樣提交 那個周民局長都提到那個 不發局的方案說明 就是我們要現在補充還是說再找機會 而且這還是個理性 所以要現在補充還是說 我以委員的身份 當然我自己本身的職位 我先回應喔 因為剛才這個議題非常敏感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正面回應 所以跟主席講一下 我先不回應您剛才問的問題 但我先直接從剛才很多朋友們的發言 第一個這是一個法制 這是一個法制 都市設計審議 都市計畫文資審議 都有府內的委員 這個和利益迴避這個四個字 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是我提點的聲明 我自己擔任文資委員 我自己擔任其他的委員 我的分寸守得相當的嚴謹 這第一個回應 第二個 剛才很多委員們的意見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都是希望講得更清楚 但是我剛才看的這個 尤其是現在的第14頁 容我說 它是一個文化發展的圖 以及都市發展的圖 多次的討論裡面 很多委員都說 這是一個都市保存的發展史 所以我很清楚的說 這張就是都市發展 跟文化保存共存的一張圖 另外我特別要針對薛委員的 剛才對讀法局的意見做個回應 這個說法我是從委員的角度說的 的確有太多的改進空間 但是其實我們對於 因為我們跟我參與過很多的會議 除了這個文資審查的會議之外 我和交通局的同事們 跟文化局的同事們的多次討論 我對於薛委員剛才的說法 其實很有把握 也就是說 撲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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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重疊圖 重疊圖 重疊圖 那是可以交代的 但是今天之所以沒有呈現那些資訊 因為我們希望聚焦在文資審議上 同時張委員您剛才說的 是的 那就回到我本來的職位 就是因為未來的都市更新 未來的防災型的都更 尤其是2月6號之後 市府在這2月6號之前的6個月 跟2月6號之後到今天其實是相當完整的 所以有關異化的事情 自然有一個其他的圖書會說明的 整個回應來講 這時候我就清楚的回應 主席剛才對我的問題 基本上那些資訊都有 而且有清楚回應剛才兩位委員的說法 但是我今天是把他清楚的擔任 把他認為他是一個文資的審議 因此沒有附上 這樣行情的話 我們還是請那個安排 不好意思 方案給報告 因為其實過程當中 大概我們這邊溝通的狀況 包括他們 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那個所謂的消失的第八方案 各位可以在第29月裡面 其實這簡報跟我在 這個跟我在那個 部委會的時候放的簡報 其實是一樣的 基本上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不放第八方案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其實是有討論過 交通局其實那個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主幹道 其實這個交通其實會有一些問題 其實它有很多的方案其實是蠻類似的 所以我必須要說 我們並沒有任何隱匿的事情 簡化就在這邊 我還是有放的 並且我要講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在講的是說 他們說我們都市計畫 那部都委會還沒有過之前 我們就先徵收 我先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徵收的土地 我即使沒有出一段話變更 它還是廣場用地 廣場用地 基本上 我本來就可以進行徵收 但我今天只是爭取時間而已 那不然的話 你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的簡報的第一 第六十七頁的部分 六十七頁的部分 我剛剛從頭到尾就說 山井的位置其實就是廣場用地 所以我直接 現在我其實都需要變更 我還是可以進行徵收的狀況 所以這並沒有什麼違法的一個問題 那剛剛最後一個部分 大家提到是說 在溝通的過程中 為什麼這個 大家有一些堅持 當然可能我們溝通的這個狀況 不是很好啦 那其實 因為我們在過程當中 發展局基本上 我們會考量歷史文資的一個過程 可是其他的部分 譬如說交通 我剛一直在強調的部分 因為交通跟景觀的部分 是我們綜合考量的一個狀況下 所得到我們認為最好的一些 可能我們在文資上面 可能不是非常的一個專業 可是原則上 我們還是這樣認為 那這些人民團體 他其實有一定的堅持 那基本上 我們也只能說 我們大域的一種 大概以上的補充說什麼 好 非常謝謝 我傳教的 我們覺得我來請 好 那個主席 那個都發局 就是 我以委員的身份 第二次發言 我出訴 因為我除了委員之外 我親身參與交通文化 其他的會議 所以我第二次的補充 我要講一件 從都市計畫的角度 二十三年前 黃大洲市長時代 都市計畫通過 四年前 文資審議 剛才的那個 剛才的那張表格的後兩張 也就是今天 那個薛琴薛老師 薛委員所說的那個決議 為什麼十九年都市計畫沒有動 其實剛才的建華副總有講到一件事情 我也再把那個事情提出來 因為是土地 台鐵土地在這十九年 並沒有市府跟台鐵有個很正面的溝通 今年過完就例年之後 柯市長親自到台鐵 已經和台鐵局長取得了共識 這是二十三年的一個很大的一步 台鐵跟台北市府將會以架構的方式 所有的土地整合討論 就表示說其實都市計畫也是程序過去的 這就回應是為什麼二十三年定了 二十三年之前定的時候 三井就是在都市計畫的路上 所以四年前 建華你把那個四年前那個文字審議 最後的那個附帶決議 四年前的附帶決議 我本人不在現場 可是我可以想像 當時漢寶德漢老師 跟很多的委員們 是如何的自自琢磨 要寫下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每一個字都注意到 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注意到 仔細的研讀 其實就是北門意向進行考量 然後古蹟活化以及都市發展與交通 為什麼這裡面沒有寫文化 因為它是文字審議嘛 所以整個來講整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對這事件的熟悉 所以以上做補充的報告 以上謝謝 好 這樣謝謝 就是說 獨法局他也盡量地來跟大家來做今天 他是不是以現在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容許我請求大家 我們是不是花點時間 來進去做一個討論 看能不能夠在今天 或是怎麼樣的狀況 做一個經論的方向 我那請教主度 大黃相當的建議 剛剛那個黃世娟老師有說 他之前有做過很短的時間的調查 我覺得其實是應該 是不是可以在 但是我不曉得有沒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剛剛你的張老師說 這部分能夠再更豐富他 然後把所有大家關鍵的問題 能夠再比起這樣 當然我不是說一定要黃老師做的 原來黃老師有做過這個部分 所以 其他的 我們現在就正式進入做混合 就是說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剛才這個委員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呈現一些 這個相關的 就是比較長的經濟 好 主席各位委員好 因為我是新的委員 所以有些背景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想這邊 剛剛關於這個文化資本的價值 還有發表的 什麼樣子 大概從一個 這個經濟發表 就是 我看了這些 我昨天很認真找到 開發單位 用他們的事情來檢討 想去瞭解清楚這件事情 我想今天這樣看下來 我比較不清楚的是 交通局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裡面 文字價值當然是第一個 我想大家都有認同 所以 那個 讀法局花了很大的力氣 在一個共榮的狀態 來付出這樣的方案 所以我如果從 那個移植 那個移植的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突然覺得這個方案 已經算是 算是一個 還蠻compromise的一個方式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文化資產本身的原真性 已經提到 那個區位那件事情 我也有一些 我有一些掙扎 就是說 那這個地點跟這個位置 這麼樣的重要性 那我們有沒有另外一個 可能性 我一定是從原子保存的那個觀點 去看的這樣的一個發展的方案 我想也許之前已經有了 好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接受到的資訊裡面 我比較看到的一個是 後 剛剛講的 從那個一致的觀點 去看的一個完整的一個發展 反而是說 從原子保存裡面出來的一些發展裡面 我比較沒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那最簡單的講 就是說 像交通的一些問題 像剛剛比如說 第四案 或者是第八案 它的一些數量 或是一些因態 因為 如果我們前面在講說 以人為本的話 那交通的速度 還有這些 其實你車太慢一點 可能還不是要 可以免費你的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所以 我的立場是說 其實不管未來要怎麼做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 剛剛講 提到這幾個交通的這些東西 讓我們有一個更清楚的 一個考量的方向 就是我的確看到這個 八九的方案 可是事實上 我看到的資料裡面 我看不到那個很清楚的 一些 也許是這樣發展 也許是它真的造成的 impact 是什麼 所以這樣會讓我們 在考量說 它到底是不是要 留在原地 或者是我一定得以它的 那個急迫性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點點 我不是很能夠清楚的 這個 define the 部分 那如果我們要 我覺得那個部分的 說服跟某些東西 可不可以讓它更清楚的呈現 謝謝 謝謝 林委員 我們就是在現在這個階段 的綜合性討論 就是 還沒有需要理清 有沒有可能 這個 做出選擇結論 方向 我剛才感謝這個 國務委員 跟林委員 這樣是比較好 其他委員不用 謝謝 主席 主席 那個 我有一個問題 又剛好提到有沒有需要理清 在簡報44頁裡面 因為我想請問黃老師 黃師軍黃老師 就是這裡摘入的是你 919年做的那個報告的結論嗎 因為其中有一句話 因為好像跟你剛剛發言的 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第二點 三景倉庫的成為歷史建築的原因 是基於產業歷史跟社會文化的意義 非坐落地點 這句話是那個時候的結論嗎 這是我第一個想要請教的 那其實今天剛剛大家的討論 我個人覺得其實幾位委員 我跟他們觀點一樣就是 我們不應該從一個緞帶來看這件事 今天是討論三景倉庫的價值 但是我覺得整個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們這個地區 所以我覺得從台北城、建城到這個地方 所有的事情一起來討論 我個人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它絕對是多元化、多項度 每一個人認為這個地方歷史記憶 本來就是不同的段代 所以我其實在這邊是講給那個剛剛 很熱情機切的這些年輕人 我覺得你們表達得非常的好 但是不要忘了 它不是只有一個三景倉庫 所以你們剛剛的種種的這種 其實有點干擾到我們很認真的 想要來討論多元化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的年輕朋友 我其實是很嘉許你們這麼熱情 你們自己在說 我們要很多元、很多元 可是你不讓我們有多元的聲音 等於是 等於就像現在 我只要稍微講一些 我要表達我自己意見 那我不能表達 那你們也不想聽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目前剛剛有委員講 我們所謂的溝通是 你要聽、你要先聽 我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所有的整個都市 它就是一個成長的 就是一個累積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不同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 多元化的經驗裡面來討論 到底什麼是最好的 所以剛剛蔡委員講的 我真的很認同 如果我們每一個的底線 就是完全一點都不能讓步 那永遠就不可能 溝通到一個大家 多數人滿意的方案 所以像我現在來看這個 我當然是講我個人 但是我也保留尊重 不同意見的委員 所以現在的這個整個的發展 我個人會覺得 剛剛委員提到的 新老師等等 他是台北城、北門、城門 我們現在唯一的 所以他最重要的要彰顯出 從早、早期的不同的角度 建成的過程 一直到現在三景 他所代表的產業 我想有一些價值 我們大家都認同的 所以如果說從建成這裡面 包括剛剛以前還有些什麼漏掉 那我覺得我們未來 應該要再去考慮 所以多元化的聲音 我覺得應該要被尊重了 所以我們從那裡來討論 這個三景倉庫 這樣的意義 我個人才會覺得比較重要 因為你從哪一個年代來看它 你會知道我們想像的 它是我們要呈現出一個什麼累積的深度 所以接下來我當然非常認同 人形為主的空間 這個我想是新的規劃方式 所以其實剛剛我們沒有回應到 跟年輕朋友提出說 他們昨天剛送了一個提案 但是我必須要講 剛送進來不可能今天馬上就來討論 我一定要跟 我想我們 因為我們在座人都知道 可是因為大家還是很激動說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它就是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我也希望旁聽的民眾 你一定要尊重這個程序 否則我們很多事情是沒辦法溝通的 如果講話大聲 如果行為激烈有用的話 那我們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今天也不可能做結論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不用恐慌 你聽到我們這麼多委員發 發表意見就知道 我們也不可能今天就有一個結論 至少我個人會覺得 因為我們還有非常多 我覺得想要釐清的 所以我覺得在前面剛剛委員提到 我只是表達我的想法 我覺得還是要把一些大家釐清 我們至少我們委員們來溝通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這個地方 比較重要的那些價值觀 包括整個整體 然後我們再來決定說 討論山景倉庫這件事情 到底它在這裡呈現的這個價值是 地點也都不能動的這個價值 但是我也非常認同說 剛剛提到的方案8 因為這個是陳情的民眾 他們覺得非常可行的 那麼我們現在在前面 把他否決的這些理由 那我覺得可不可以再做更 更仔細的一個這樣評估或說明 那這樣子我覺得 他們說不定還可以提出改善的方案 假設一直不滿意 犯局的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今天很難得到一個決定 頒不頒或保留 至少對我來講 我還希望聽到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基礎資料 以上 好 謝謝蘇委員 然後來請 我作為一個個人 跟再度參加這個文字委員 當然是希望說 這樣一個會議 不管碰到怎麼樣一個複雜的議題 可以有所進展 那我剛剛個人也表示過 這樣一個地方 這個北門它的重要性 他的這些歷史古蹟這麼保留 其實經過長期的討論 可能是因為我個人也對這個地方 之前有一些參與 所以我可能就是比較認為說 從都市設計角度來講 這個方案是適當的 因為剛剛不管第幾個方案 其實很清楚 就是把這個北門的這個廣場 跟這個虎泰秧樓那些切斷 這個其實看圖就可以知道 那我也知道 這個交通是 永遠是一個複雜的意思 雖然我在我的專業裡面 常常是跟交通對抗 覺得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那樣 可是也繼續承認 交通不是一天天改變 我也了解 台北火車站這邊這個交通是 講難聽一點是 好像很難解 講好聽一點是 超有效率 所以我們必須要體認這個交通 在進程裡面 它怎麼樣怎麼樣 會第一個從私人運距 變成大宗運輸系統 第二個 有可能因為私人運距的減少 停在外圍 所以未來火車站附近 變成以人為主的一個 一個traffic hub 那最後我還是講 就是說 我雖然在對都市環境裡面 因為專業的原因有不同的考量 可是我其實我個人還是相當 尊重不同的專業 我在這場合裡面 如果這東西是經過study 不管是發展局或是交通局的話 我會要相信它 因為我覺得我再厲害也不可能 像這些研究的單位 包括黃老師 花了那麼多時間來累積他們的結果 以上 好 謝謝 剛才這個蘇委員跟這個蔡委員 去過發言還是這樣謝謝 就是說 那個蘇委員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個郭委員的聲音 今天幾乎不可能做結論 但是蔡委員也非常謝謝 就是說很相信 今天這樣的一個討論的過程 那一種 但是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裡面 就是說確實他已經討論了很久 多元的社會部門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展現 多元的這樣的一個探訪跟包吻 最後 剛才蔡委員也是提到的就是說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滿意 但是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承擔 跟心理準備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雖然是文資委員會的決議 最後還是以文資委員會決議為主 但是是市政府負責 就是說不會最後就可以給大家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這樣的一個發言跟指教 那我再這樣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如果真的今天不是那麼恰當 一定要立即做出結論 那我們就不再感恩大家的時間 那如果說有可能 因為現在真的還是兩極多元 那如果有可能做出選擇 那我們也就乾冒大部分 再耗用大家十分鐘時間 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還是針對這樣一個舉作探討 那我還是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最後是否要承擔 那看要今天現在的這個狀況 那麼是不是還有要提清還是要 就真的做了一個選擇 非常謝謝剛才那個蘇偉寅的提點 我才發現就是剛才上面的那個建議 其實不是我們的建議 然後再來就是我稍微釐清一下 就是那個三井倉庫的文資登錄理由的 這一段其實我們是在 這個內容是在我們做報告 我們做報告是民國99年 可是這一段文字是在民國98年 那個時候委員會刊的時候的會議記錄裡面 就是這一段 那可是明明99年已經做了很粗淺的調查報告 大概年代雖然哪一年不能確定 可是大概哪一年之間是確定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論在101年登錄的時候 並沒有被採納 那所以我有點尷尬 那這是第一部分 那我在想為什麼會這麼尷尬 有可能是因為他雖然有文資身分之後 他並沒有馬上尋文資法裡面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所以之前非文資身分的時候階段所做的調查研究 並沒有被委員採納 而是採納是民國98年那個時候的會看紀錄 所以這個登錄理由其實是民國98年的會看紀錄 那如果文化局想要查的話 民國98年的會看紀錄的那個會議結錄裡面有 所以我覺得今天會引起大家這麼大的一個爭議是因為 其實三井並沒有一個正式的調查研究 去把他的文資身分跟文資價值移清 那就必須要來 就是所有委員就必須要來決定 那是要現場留呢還是要頒呢 我覺得這對委員來講其實也有點為難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其他還沒有在 來請 謝謝 很謝謝那個黃委員做的說明 那對於我們第一次參加這個審議 事實上如果剛剛黃委員沒有這一段的反送 事實上要我們去做很多的判斷 我這樣講的是說其實就我第一次參與這樣子會 我覺得我想要了解這件事情的那些資訊是不足的 就是說 通發我們只聽到嘛 知道有工作坊做堂會有專家學者 有提到他可以同時保存也可以對交通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 我們有看到這樣PPD這樣寫 但是在陳述的時候我們聽到的其實比較是 都發局直接對他的方案做的判斷 但是我沒有聽到那個專家學者他其實他提 因為他提他一定會有非常立地的評估 那他們的聲音我們沒有聽到 我覺得只有一個官方對於一方提出來的論述 就是我給你的一個判斷 我覺得這樣子不算是很充分的溝通 就是對我要取得去寫的一個人來講 那其次就是因為大家一直在一起 就是101年那個文資回言會的決議 所有閒數北門意象為重也難進行 那我很想知道北門的意象就是目前我們看到的 然後你怎麼可以看 之後再加上這個小火 隨便每天作給你 再加上這段鼓勵 找我